不过近期两岸局势依旧非常紧绷 让陆委会主委邱泰三今天透露 在疫情缓和之后 盈议会逐步来放宽两岸之间的交流管制 也愿意率先提议双方公权力单位 在相关事务上可以进一步互动沟通 再度向中国递出了橄榄枝 至于总统蔡英文曾经提到 愿意和习近平坐下来好好谈 邱泰三表示 我方态度开放 只要不涉及政治前提 双方一定可以找到对话的基础跟管道 清楚表明台湾立场跟态度 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之际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再向对岸递出橄榄枝 台湾是考虑的预防控制 在国际交易之后 在疫情之后 在疫情之后 我们也预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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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也预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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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理 这也是符合现在整个两岸互动的基本需要 两岸对话必须建立在平等上 蔡总统接受CNN专访时 也表示愿意跟习近平坐下来好好谈 要对岸抛开政治框架 只是两岸断线多年少了互信基础 要再重新接上线 谈何容易 记者小米先生他被报道